迪迦奥特曼巡逻的时候发现了一个绿色奇奇弹 哦 这里边是什么呢 让我来瞧瞧看吧 我们来帮迪迦一起打开这个奇奇弹 哇 原来是需要拼装的玩具呢 哇 组装起来居然是孟比优斯奥特曼 他被怪兽偷袭 多亏了迪迦来解救他 这一次绝对不会放过怪兽的 哦 接到奥特曼巡逻的时候也发现了一个奇奇弹 红色的奇奇弹里面会是谁呢 我们一起来帮他打开 哇 快组装他吧 原来是泰罗奥特曼 泰罗奥特曼说 多亏你了杰德来帮助我 我现在要去攻打怪兽 守护宇宙的正义 杰德说 我也跟你一起去 欧布奥特曼原生形态 驱逻的时候也发现了一个奇奇弹 这里面会是什么呢 哇 原来是杰克奥特曼 欧布奥特曼说 哈哈 这下有杰克陪我一起巡逻了 咦 不好 黄色奇奇弹呢 哦 里面一定会有好东西呢 没准是巧克力豆 哈哈 当然不是了 是我们的拼装玩具 原来是塞罗的父亲 塞罗奥特曼 还想着吃巧克力豆 走 快跟我去巡逻 哎 好吧 奥特曼的升级荣耀卡片玩具 耶 这是欧布奥特曼的尤阿满星卡 来看它能召唤出什么吧 哇 它居然召唤出来了一个变形弹 我们来把它变形出来 这原来是欧布奥特曼的原生形态 欧布奥特曼说 哈哈 卡片是我的了 我们再来看下一张是盖亚奥特曼的指高型 一起来看它的变形弹 盖亚奥特曼 哇 古代战士迪迦 好期待迪迦奥特曼的变形弹呀 李佳奥特曼的复合形态 李佳说我要带着我的卡片走咯 这是泰罗奥特曼的尤阿满星卡 哇塞 它呢是奥特之夫和奥特之母之子 泰罗是宇宙警卫队的总教练 他的各方面技能都很强 而且卡片上记录了 他的必杀机呢是斯特利姆光线 哇 卡片的后面呢还有他的X档案 赛罗奥特曼想赢我 还早两万年呢 一起来看赛罗的变形弹 赛罗的明显特征呢 就是上半身是蓝色 下半身呢是红色 而卡片上呢是他的究极形态 必杀技 终极 赛罗之剑 杰德奥特曼 做好觉悟 上吧 和卡片上呢是同一种形态 杰德的原始形态 来看他的X档案 必杀技 十字冲击步 来自大地的勇士 维克特利奥特曼 他的头标 铠甲 都是V字形 他的必杀技呢是维克特利姆射线 而他的体重和身高呢是微小 无限微小 来自未来的勇士 银河奥特曼 我们一起来看他的X档案 哇 同样银河奥特曼的身高和体重呢 是特别特别的微小 必杀技是银河十字光线 哈喽小朋友们 今天要和大家一起来玩的是奥特曼的 拼装玩具 这是杰克奥特曼 我们来把他组装起来 他的双脚 然后呢 来组装他的手臂 叹叹 杰克奥特曼呢 发射光线的姿势 来看第二位呢 是赛文奥特曼 是赛文奥特曼 把它组装起来会是什么姿势呢 手臂和手 然后呢 使他的双脚 哇 快看 赛文奥特曼的发射光线的姿势 笔杀技 急速射线 孟比优斯奥特曼的拼装玩具 孟比优斯奥特曼 哇 泰罗奥特曼的作战姿势 他的各方面技能呢 都非常强 他的父亲呢 是奥特之父 母亲 奥特之魔 而他的儿子呢 是泰家奥特曼 哇 哇 还有奥特曼呢 杰德的奥特曼 叹叹 杰德的原始形态 这是赛罗 赛罗的原始形态 杰德和赛罗 可是最好的搭档呢 好了 小朋友们 今天的玩具就玩到这里了 看完节目点赞订阅 我们下期再一起来玩 拜拜 拜拜 拜拜